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威力强大的神秘武器 反物质 比核武器还要强大一千倍的物质 据说只要一刻足以摧毁一座城市 这个物质就是反物质 反物质这个词可能大家在网络上也见过 那么什么是反物质呢 学过物理大家多多少少会知道 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都是由物质构成的 我们能够看到摸到的 闻到的 又或者是感觉到的物质定义为正物质 而反物质就是与正物质相反的物质 看不见摸不着也感觉不到 科学家们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证明 构成世界的基本粒子 都会有一个与自己相反的粒子存在 比如氢原子就有一个 有反质子和反电子组成的镜像物 反氢原子 那么有反氢原子组成的物质 就是氢物质的反物质 其实在1928年 英国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 就首次的怀疑了反粒子的存在 之后在1932年 美国物理学家卡尔·安德森 发现了第一个反粒子 人类由此认识到了 正电子是电子的一个 在正电的复制品 当反物质与正离子发生碰撞时 它们就会相互抵消 同时迸发出强大的能量 那么它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呢 先拿我们比较熟悉的 日本广岛核爆炸为例 当时美国投放的原子弹容量 约为13000到18000吨TNT 这种力量直接造成了 半径约为1.5公里的爆炸范围 而反物质不到半克的破坏程度 就足以与之相当 老普君在这里先告诉大家 1毫克的反物质 约等于43吨的TNT当量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换算一下 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 后来这场悲剧导致遭受核辐射的受害者 将近14万人 但是反物质核弹爆炸以后 与传统的核爆炸最明显的不同是 它不会产生辐射 另外一个例子是发生在2004年12月26号 当时印度洋发生了一场地震 这场震级约为9.2级的地震 直接造成了现代历史上最致命的海啸 这场海啸高达15米 到达印度洋沿岸许多国家 直到这次地震的冲击波穿过整个地球的时候 位于正中附近的岛屿 据说在地球板块上移动了几十米 地震甚至减缓了地球的转速 这一次巨大的能量释放相当于480兆吨的TNT当量 而这也仅仅是相当于10公斤重的反物质炸弹 很难想象我们提着一代和大米差不多重的反物质 就足以摧毁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 甚至还可以影响到地球的转速 再来说最后一个例子 还记得发生在1815年印度尼西亚的火山爆发吗 虽然没有机会见识一下 但是通过文献资料可以看出 那是坦伯拉火山近几个世纪以来最强烈的一次喷发 它持续了三天 半径在500公里的地区 全部被火山灰掩藏起来 伴随着之后的蔓延 火山灰扩散到距离喷发地1000多公里的地方 而1816年也被称为没有夏天的一年 整个北半球都经历了全球的降温 据估计那一次的火山总喷发能量 相当于20亿吨的天气当量 我们很难想象 引爆了2.5千吨的反物质 竟然会引发一个新的冰河时代 这在6500万年前 地球上就已经发生过一次 当时一颗比珠穆朗玛峰还要大的小行星 坠落在墨西哥半岛 大量的尘埃落入大气层 数年来尘埃阻挡了地球表面与太阳的接触 冰河世纪就此来临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这一次的事件导致了恐龙的灭绝 既然反物质的能量如此巨大 那目前的研究进展如何呢 要知道距离第一颗原子弹的研究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 当时美国用16年成功研制出原子弹 中国用15年研制出原子弹 但是之后对于反物质的研究却是遥遥无期 首要原因是耗时耗钱 从1995年开始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就使用过大型强子对撞机 来制造和研究反物质 这与世界各地九个研究所 三四十位科学家的通力合作下 到2002年才勉强制作出五万个反氢原子 离真正的反物质还有天壤之别 想要制造出威力强大的武器 用现在的技术合成一克反物质 大约需要十万万亿美金 但就算用目前掌握的最大粒子加速器 不断地研制一克反物质 也需要四十亿年的时间才行 毫不夸张地说 一般的国家想要制作出反物质 那这个国家就要面临破产的局面 由此可见 反物质生来就是超级大国才能玩赚的武器 其次 就算是制造出来了反物质 也很难去保存它 因为一旦它与正常物质接触 就会被立刻摧毁 到目前为止 已经取得的最好成果 是让反物质保存一千秒 即使这样 也有科学家们创造出了 能够发射反物质的武器 密歇根大学的物理学家 设计了一个超小型的加速器 这是一种可以放在普通桌面上的枪 与大型强子对撞机相比 这东西看起来像是一个玩具 它是根据美国科学家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 发现的粒子加速技术操作的 具体能否使用 在反物质真正出现前 谁也说不清楚 就目前而言 反物质不仅可以作为武器 最主要的是 反物质也是一种理想的超高效燃料 据估算 大约10毫克的反物质 就足以在6个星期内 将一艘载人飞船送上火星 要知道一艘载人飞船在正常的情况下 到达火星需要将近一年的时间 期间对于燃料的消耗是十分巨大 如果使用反物质作为燃料的话 不仅可以提高动力效率 还可以大大节省燃料的空间 同时加速人类对宇宙的探索 对于反物质的研究通过视频我们也知道 短期内甚至是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根本无法实现量产 更不可能用于军事或者是太空燃料的应用 所以反物质武器目前还只存在于 无限延长的研发阶段 然而事情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 有科学家发现 早在很多年前 地球上就出现了三个疑似反物质的炸毁痕迹 1908年6月30号的清晨 俄罗斯郊外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爆炸 爆炸使周围最远2000公里的树被拦腰截断 距离爆炸地650公里的房屋玻璃被震碎 据推测 此次爆炸的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威力的1000倍 但爆炸并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 当时的素额内乱不断 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 直到一战结束后 素额才派了一个小队前去调查 当时怀疑是陨石撞击 因为当时美国发现了一个5万年前的陨石撞击坑 素额便想找到一个更大的 但当小队到达爆炸中心时却傻眼了 那里根本没有什么陨石坑 只是周围的土地比较黑而已 后来通过卫星发现 树木倒下的范围呈蝴蝶形状 经过模拟分析 发现只有在空中爆炸才可能产生这种情况 而在周围的树木中放射性碳元素 仅仅只增加了1% 直至今日科学界也无法做出解答 而这就是著名的通古斯大爆炸 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呢 相不相反物质 而接下来这一次发生在1979年的9月22号 这一天美国卫星派到西非沿海区域 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核爆炸 要知道当时有核武器的国家就那么几个 像美国苏联中国等核武器都已经公开 而这一次发生在西非沿岸的核爆炸 难道是西非国家自己研究的核武器吗 或者是其他国家去西非沿海进行核实验 又或者是其他武器的实验就像是反物质武器 最后一次是在1984年的4月28号晚上 当天夜里有一架日本航班在飞往美国的路上 忽然发现飞机前方出现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当时认为是核实验 然而在之后的检查当中 与这架飞机一样看到蘑菇云的其他三架飞机 在对机体进行检查时 并没有发现任何放射性有污染的痕迹 结合反物质的特点 很多人猜测 这是反物质爆炸的现象 抛开猜测不说 反物质的研究意味着 人类对于科技的研究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在科学技术的面前 大胆的猜测 小心的求证 才会创造出现在多姿多彩的科技世界 相信科学家们切而不舍地探索精神 反物质研究早晚会有历史性突破的一天 不知道各位对反物质武器如何看待 各国该不该研究反物质武器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视频内容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